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最近一周 韩国网友们关注的几个消息 台湾MV被抄袭 5月26号,一位韩国网友上传了 抄袭台湾MV和MV的中国歌手的贴文 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我们先来看一下MV中相似的部分 这个在中国现引起了争议 肯定中国粉丝也很多 为什么这样了呢 一两个地方相似可以说是偶然 但是这么多地方相似的话就会被质疑 现在歌手的粉丝说绝对不是抄袭 但是在一个MV有这么多相似的地方的话 就算不是抄袭也是仓口了很多吧 不过这位歌手跟其他歌手不一样 不是躲在所属公司或者是粉丝后面假装不知道 而是打开直播出来解释了 2019年在拍摄电视剧时 因侵犯外包公司女性工作人员被逮捕的演员康吉桓 法院在去年一审宣判 康吉桓需要赔偿53亿给电视剧制作公司 而康吉桓不服判决提出了上诉 但是在昨天召开的二审 法官驳回了康吉桓的上诉 维持了一审赔偿53亿的判决 但是这赔偿是由康吉桓与当时的搜索公司共同负担 说实话很可疑 看CCTV的话 在别人的家穿着内裤走来走去 一般尝试下这项话吗 之前好像看到公开受害者的短信内容后 说康吉桓其实是受害者的新闻 原来都是真的 所属公司真的是很倒霉了 Blaidpink完全体 5月26号 Blaidpink四位成员 受邀出席了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圣人庆养活动 而当天 罗杰也代表团队发言 收到了网友们的称赞 我们Blaidpink又漂亮又帅气 都好漂亮 久违的完全体 且你超漂亮 好喜欢罗杰新的发型 拜托赶紧回归吧 被推肩膀的IU 为了参加第57届看女王姐来到法国的IU 因为被一位海外美妆网红撞到肩膀 而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之后这位网红透过IG现实动态 tagIU的IG后 上传了道歉影片 都看到一句很有礼貌的让位了 还去撞的话根本就是故意吧 这种程度的话是本人也能感受到的冲击 如果不是故意的 应该会自动反映 Oh sorry才是正常人的人品吧 我工作的地方来很多外国人 他们只要稍微挡到别人就会先道歉 不管是大人还是孩子都这样 这肯定是故意的 他IG追踪37000人 IU追踪2600万人 应该是看到IU的追踪书 夏道尔道歉的吧 如果IU没有人气的话会道歉吗 IDOL对舞者们的战争 从5月24号开始播放的Mnet新的节目 Be Ambitious 这个是舞者们以及IDOL们参加的街舞竞选节目 在这个节目中最终被选拔的舞者们 会组成一个特别舞团 Ambitious后即将参加之后会播放的 3man fight 而因为出演Be Ambitious的舞者们 有一点点那种小看IDOL出身舞者们的感觉 但是IDOL们却都非常强势 所以在开播之前就引起了网友们非常大的关注 我们来看一下 IDOL们的自信 Aidolz的爱情订阅 你是不是很像是爱豆人 但是舞蹈人都帮你 那是在做爱豆对舞者的对决 KK 因缘这四个人KK好强势加油 爱豆出身的舞者优点 等于舞跳得好 延长得也帅 啊 哎 哎呀 啊 哎呀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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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